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尤其在这个年前选股 爆股还是卖股也是一门学问 那其实以最近观察 我觉得台股的走势已经比我原先预起来的更强 因为昨天那一根红棒再把月线占回来之后 其实也扭转大家担心 这个月线跌破了是不是台股要修正等等的疑虑 那很明显就是内资的卖亚有出荣 你看融资 融资其实过去我们谈到是推升台股蛮重要的力量 不过你看集中市场的融资是连续四天的下滑 那我大难预估我觉得在本周来讲 融资持续减少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蛮高的 因为毕竟台股在历史高 大家比较倾向于说卖股过年 报现金过年 因为毕竟涨那么多了 手中持股多数来说都是获利的 再加上不想承担所谓过年期间国际变数的风险 我觉得这块意愿比较高 但是我不认为这样的卖股就会对台股所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因为第一个我倒觉得你要卖的 可能是一些比较高档高位阶 有些涨多的个股 今天在股市现场节目 我们大概也会做一些举例的一个教学 那你可以续报的部分 顺着我们这几天连线所谈到的 第一个我觉得面板绝对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当时谈到群创有达很明显 这个法人的转买 再加上产业趋势的一个看好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相对来说是低档低机器的 我们当时谈到像面板的零组件偏光板 但是我们谈到两档 明基才跟陈美才 明基才今天已经供到涨停板了 我们当时也聊到33.15元 有机会再去做挑战 那尤达已经过前高了 也是我们日前所谈到的 那4960的陈美才 也算是这种同版股当中 低价低谷进比的 那当然其实面板市场所看好的 不单单就是大尺寸 更重要是来自于车载的一个面板 因为车用面板的一个需求 甚至是所谓的毛利率更高 因为都是所谓客制化的 因为每台车 你看他们的内装都不一样 仪表板中控板都有各自的造型 所以这些车用面板的一个 利润更好的情况之下 也是市场认为 今年这些面板双户 在相关车用面板的一个布局 应该也会有不错的获利 当然谈到中小尺寸 在车用面板布局当中 算是琢磨最深 甚至营收占比最高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到 是8105的邻居 那就是因为他车用营收占比高 所以去年的营收的状况 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我们都知道 去年这些汽车大厂比较保守 结果现在是缺晶片 发现车市啊 这个复苏的动能比预期强 所以来到今年 我倒觉得邻居是非常具备转机性的 因为他是打入到这个 所谓车前的所谓前装市场 就是一线的供应链 他的产品是直接供应给 这些欧美日韩的一个汽车厂 像是克莱斯的韩国的现代 这个欧系的像是ODI B&W 这些都是他的客户 甚至日本的像是Toyota Nissan的部分 所以以他的一个产品别来看 仪表版 中控版 甚至到最近这几年开始 也列为所谓的一些选配标配的 抬头显示器的部分 这些相关的一些面板的一个部分 毛利率都相对高 所以我认为在今年呢 邻居来说 伴随这些品牌车厂 不管是跨路电动车 甚至旗下的这些车市的销量 会比去年有大幅度的成长情况之下 我觉得股价算是相对委屈 因为这一波群创友达 甚至彩晶 过去都已经涨了一波了 但是以邻居来看 它的净值大约还有16.75元 结果你看现在的股价 这个只有12元左右 这股进比说真的绝对是偏低 而且以位阶来讲 也算是真的在长期底部的个股 其实从去年12月以来 股价大概就在这个香情区间做整理 我觉得涨幅来讲 还落后整个面板产业许多 那顺着我刚刚谈到的逻辑 既然车市车用面板 这一块是市场更为看好的 以邻居来说 它在这一块琢磨最深 我觉得以今年的一个获利来讲 我觉得它是具备期待性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面板族群是绝对适合投资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持有的 我觉得你绝对是可以抱不过年 那再来光学镜头的族群 也适合报股过年 因为在今天瑞银一份报告 它是看好大力光 那毕竟我觉得在去年 算是越委屈的各股或族群 也许今年越有所谓的 你说保负性反弹或者转机 我觉得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期待 因为大力光你看它的K线拉长来看 去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 这个台股上历史高 它是几乎在它身上你是感受不到 甚至股价快腰斩 那当然我觉得瑞银这份报告 有点雪中重叹 它认为未来这几年在 智慧型手机市场的镜头 大力光还是具有优势 不管是前方式的镜头 这种单价的毛利率更高 而且去观察 最近外资投信 这两周开始转卖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底部有浮现了 所以从大力光的转强 从而在手机镜头 你可以看预金光 这个短地也有浮现的味道 当然车用我更是看好了 因为汽车林主线这块市场成长性更高 所以你看到嘉陵 去年已经大涨一波 涨了快四五倍 今天也把亚光 金果光都带动上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光学镜头这一块 除了嘉陵是去年以来表现最佳的 其他几档 刚刚谈到的光学镜头股 整体来讲 我觉得位阶其实都不算高 所以顺着这样的逻辑 是不是在年后回来 他们还有机会去反映 这样的所谓比较低机器的一个反弹的空间 我觉得可以这样去期待 那第二块来说 当然就是在汽车电子 你说电动车也好 或者是鸿海东 NIH大联盟 这些未来长线看好的 这些汽车林主建的个股 我觉得多方的趋势目前都没有改变 只是有一些个股 我觉得位阶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我会建议投资 你适当的做获利下车也是可以的 举例来说像1533的车网店 过去这一波股价已经涨了一倍了 当然技术面我觉得它绝对没有疑虑 绝对是多方式的个股 只是说 涨幅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我会建议投资 同样是在汽车林主建的部分 你可以高出低进 不管是我们刚刚谈到的面板 或者在一些车用导线家的产品的部分 像是顺德 借铃 最近的拉回 我倒觉得反而可以 跟市场的一些法人的筹码 站在买方 因为毕竟车用功率原件这一块 我觉得今年的成长性还是很高 所以这几块族群 会建议投资人在年前的一个部分 是可以比较偏多去看 OK 非常谢谢玉堂 今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非凡商业台 非凡股市现场